反映你很多生活的狀況 你開始減肥 你開始不吃不喝 你開始睡眠變差 你開始壓力大 其實這些荷爾蒙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你也說 如果女性的婦科 不管是任何層面的問題 荷爾蒙是它最根源的就對了 其實是真的 扣除掉女性荷爾蒙 我們男生跟女生大家長得差不多 所以你看60幾歲 某些性器官不太一樣 但是某些結構 其實到後來是會很像的 所以你看大概60歲以上 所有的老化 還有某些癌症心血管的進行 男女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而且真的跟年輕之後 男女的體型也幾乎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都比較是中華 上半身就是虎背熊腰 就是越來越像了 就原本瑤巧的模樣就不一樣了 對 所以那個腰線就不見了 好像是無法對抗的 自然就會朝這樣子去發展 因為就像剛剛裴裴講的 那個男女體內都有 男性荷蒙跟女性荷蒙 為什麼年輕女生 男性荷蒙表現不會那麼明顯 是因為女性荷蒙把它壓下來 當你沒有女性荷蒙足夠的時候 男性荷蒙表現就會越來越彰顯出來了 那我們就一個個來看好不好 這邊卵巢退化 卵巢退化剛剛 對不對 玉琳說 吃蔓越莓 喝豆漿 豆漿 山藥 什麼樣子山藥 對 可以嗎 陳醫師 植物性荷蒙 對於這種卵巢的延緩老化 有沒有幫助 其實很多女生只要講到卵巢老化 好像她判實行一樣 可是我跟各位講 你卵巢跟所有的身體 本來就慢慢在老化 只是在更年期 45歲以後 她老化會有很明顯 更快 我們卵巢 大概從你開始 你還在你媽媽胚胎的時候 8週左右 她的卵子數 你本身就有卵巢 就有卵子數 卵子數是最高的 生下來很快就遞減 可是卵巢荷爾蒙的功能 大概30歲左右 就會衰退一點點 38歲會迅速衰退 讓你不容易生孩子 所以我們在所謂的高齡產婦 併譽 其實38歲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她卵子皮不變長 然後42歲又是另外一個 42歲卵巢要退休到 不容易懷孕 對 所以你這時候卵巢會有一個波動 再來是46歲以後 她真的就逐漸走下波 要到退休了 所以她變成是一個不歸路 有沒有方法 可以讓這個卵巢的荷蒙 減少退化呢 其實所有研究只有兩個 什麼 一個只有兩個方法 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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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需要 妳要不再沉浪水了 我快退休了 好緊張 我想生小孩 我快退休了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 怎麼改善 所以現在有很多 類似的遠紅外線或溫度 讓它上升一點 可以改善它的血流 所以例如熱敷也是可以的 可以 可是妳不可能 一天到晚熱敷 OK 我們可以 很拚的 我跟你講 不退休 我們講的是一個原理跟大方向 再來 第二個其實就是運動 運動全身的血流都可以改善 所以這兩個是比較明確 一定可以延緩的 至於食物方面 食物方面就比較好玩了 所有的植物性荷爾蒙 它提供什麼 大家的想法是提供材料 卵巢就會軟化 可是我跟你講 你提供材料給它 工廠該退休 它也是該關門就關門了 只是說沒有工廠製造荷爾蒙的時候 感覺上你外來補充 是可以補充 可是它恐怕沒有辦法 延緩卵巢的老化 真的 整個時候改善我們可能情緒上 對不對 一些症狀 當你荷爾蒙缺乏的症狀補充 有沒有改善 有 可是 太早補也沒有用 中醫的角度補充一下 我們中醫來看 因為講說 提早對話就隨意的 中醫來看是進入 就像更年期 更年期 所以它體質上是屬於比較 我們中醫講 腎 陰 虛 火 旺 好 大家只會看到什麼叫腎陰虛 因為中醫講的陰是一個 體內一個精華的物質 這個精華物質負責滋潤如氧 我們身體的臟腹器官 所以在更年期 大家只看到什麼熱潮紅 倒汗 心悸 失眠 之後好像虛火很旺 可是不要忘記 就是我們的身體的陰開始不夠了 陰液不夠了 所以皮膚會開始變得 你會發現 不像以前年輕飽水度這麼好 比較乾澀 開始有出現細紋對不對 然後很容易 比如口腔黏膜 你也很容易口乾舌 此外我們關節的潤滑度 有沒有 也開始不好 因為膠質也開始比較退化了 所以軟骨也會變得比較退化 所以這些都是 滋潤度已經不夠了 所以我們其實平常 可以吃一些比較有 滋陰的這種 我們講的滋陰的食材 什麼是滋陰的食材 基本上還有豐富的 膠質跟黏液質的食物 都是有滋陰的作用 比如說 所以大家講 蔬菜水果裡面含的果膠就有膠質 還有一些 還有黏液質的食物來說 只要煮起來年年稠稠 糊糊的 對 所以山藥就是 黑木耳 白木耳對不對 還有什麼秋葵 剛剛講紅鳳葉 川漆 或是你煮一些海藻 海帶昆布 這些珊瑚草 都是還有豐富的膠質跟黏液質 所以其實平常的飲食中 也可以多補充這些食物 你看只有營養室的角度 很多人都補充豆漿 山藥 那這樣可以嗎 其實剛剛陳醫師提到 豆漿跟山藥確實是前面 在提到兩大天王類的東西 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雖然這些都是新鮮的食物 它確實 豆漿跟山藥蠻明確 它本來就有所謂的 但是基本上它還是列入在 我們的食材範圍裡面 但是我提醒一下 山藥這件事情 很多尤其是更年期的媽媽 她本身就會伴隨著 她的體脂肪增加 跟體重增加的問題 那山藥它是屬於 墊粉類的 它不是蔬菜 所以曾經很多人 把它認為是蔬菜 比如說可能山藥煮排骨湯 他會覺得說 反正我就是吃一碗飯 然後又吃了山藥 那事實上呢 對 事實上一碗的山藥 大概200克左右 它就等於 所以它是不能夠隨便去做一個 就是說把它當點心 或是說什麼額外的做一個補充 其實你可以把它納入 你的飲食規劃裡面 比如三餐裡面 你今天這一餐你不吃飯 那你可以用山藥 去做一個補充 那我講到魚油 魚油的話 目前對婦科的這個 所謂荷爾蒙補充 倒是沒有明確的證據 它是用在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講說 我發炎 我婦科發炎 我要吃魚油 但事實上 它目前對血管的發炎 尤其是醬酸酸甘油脂這一塊 是比較有一個證據顯示的 但是對婦科的發炎的部分的話 可能還有很多的實驗要做這樣子 精透能靠食療來處理一下嗎 剛剛其實講到精透 很多子宮內膜異味症體脂人 都有精透的困擾 主要是看那個子宮內膜異味 如果在卵巢 就會形成所謂的巧克力囊種 它如果異味在子宮基層 就變成子宮肌腺症 子宮肌腺症會造成 越進來的時候 精透很嚴重之外 其實 所以很多人想 那精血量大 結束之後趕快補一下 因為血很虛 所以可能媽媽婆婆就會煮一些 什麼絲污湯 食泉大補湯這些的補品 可是因為我剛剛說 你還是有個瘀在體內 這些補品有時候會建議說 我們還是要給醫師來看診把脈 因為我們會在補的同時 加一些活血化育的中藥材 因為你單純用絲污 用食泉去補 有時候反而會讓這個肌 肌腺症 肌瘤或是 卵腸囊種越癢越大 所以會建議這個部分 還是要找醫師來調理 會是比較好的 對 剛剛佳琪就講說 子宮內膜異味 我發現台灣的女性朋友 這個比例很高 常聽到 澳城醫師 對…感謝有內膜異味症 讓我們婦產科門診 可以繼續支持一下 其實內膜異味症 它真的是滿常見的 我簡單跟大家講 保養的秘訣 第一個就是 要維持規律的月經形式 也就是說你月經 如果該什麼時候來 就什麼時候來 如果太常亂七八糟 或者不來 其實它都會導致 容易內膜異味的一些變化 可是這個很難自己控制 對 所以當你的月經 忽快忽慢 亂七八糟 月經形式改變的時候 可以找醫師稍微諮商一下 其實它可以調整一下 不論用中藥 或者是西藥的避孕藥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選項 第二個 這個現代人愈來愈不願意 其實就是結婚生育 生孩子 其實在我們治療 內膜異味症最好的方式 內膜異味症原理是怎樣呢 子宮內膜本來剝落變成精血 但它逆流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一段時間讓它造成停經的假現象 那懷孕是最好的 因為懷孕大概一年半左右 月經不會來 另外大家如果有治療過就知道 它也許手術或者之後給的藥 也是抑制月經讓它不來 所以最天然的休息的方式 就是懷孕 就是懷孕 第三個其實有一個 我們是觀察到一個現象 尤其是穿緊身的衣褲 在台灣這種啞熱帶氣候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 內膜異症跟精血逆流很有關係 當你緊說悶的時候 其實這種精血逆流的機會會增加 所以現在年輕的族群 他有時候就穿得很緊身 尤其在月經來的時候 他要穿太... 腰牛仔褲 包裹 還有一種族群我們也慢慢發現 其實理論上生完小孩 他痛經應該是會改善 可是研究顯示 內膜異症也是一種 隨著年齡 只要活得夠久 就會得的機會就越高 所以你每次有月經週期 本來沒有的可能有 怪不得嗎 你這個隨著年紀一長 我們整個棚的女性 卻通通的喊看你 因為我... 對 因為我有機會 對 活得越久就領得越多 儘管生完小孩之後也是越來 怎麼會弄詭 但是剛生完多數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也常看到很多 四十幾歲的人他也會說 我都生完小孩十幾年 怎麼還會痛經呢 而且他常常都是內膜異味症的 一種變形就是 我們看到四十幾歲非常多 所以他自然就會有這個比例出現 慢慢逐步會增加 這個我們剛剛提到 原因呢 為什麼 一樣的原理 精血逆流跑到子宮本身 所以像這種 有時候跟子宮的手術